大家好,歡迎回到堅仔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接下來星期日,沙田馬場有10場日馬賽事 昨晚跑了在泥地,所以這次全部草地賽事 亦都有兩場國際二級賽,分別是千二短途錦標,以及一里主席錦標 去年同期,4月8日那次是C跑道 因為嘉欣近期,今年未有改期打風取消 可能會退了跑道 最近A,轉回C加3,C加3又轉回A加3 慢慢就順應B加2 去年4月2日用B加2 上半場都是跑短途賽事的千二為主 每一貫短途都是擺前的優勢 尤其是季中打後階段,擺前都是優勢 但壓地後就變得可放可追 一些後上的馬在外貼蓋都可以 看回最近一次,今年2月24日 那天稍稍有些天雨,不過沒有影響過場地 場地都算乾快 可放可追,而且今季幾次B加2都可以蓋 直路內冷是有鴛鴛地的 好像2月24日,頭場的競飛寶寶 直路走中檔,月牌好走大外檔而上 而另外智趣雙頭,在外貼蓋蓋上來 可放可追,短途千二了 你看看澳油之星的勇敢城區 擺前都是優勢 厚一點的場次 好像千六為例 我願意奔馳保馬 看回這張圖,全部在外檔蓋上來 裡面的陽光、自然君子、大聚會 大聚會之後再贏 所以這個跑道可放可追 可能短途或上半場的 就較為前置 回來馬上看看馬 頭場,跑三賓一千米 這場好像比較參差一點 首選方面,選了爆馬的霸性 看見表題裡面都說 容中取狡,不是水狡 容中取狡 最近加上眼罩 連續幾場一千米 甚至谷蓄也追得不錯 搭走穩定期或狀態都提升了 這次就找上莫雷拉去壓陣 看看上一場 這個一千米的賽事 總場是525 這場的賽事都較為經典 中間有左人 然後又高了 看看紅眼罩 這隻就是霸性 這個配備就是他 晚上的配備 而這場525的速度 是相對快的 其實都較不利前置 前面萬事都頂得到 霸性稍稍有賺 然後那隻 這次是夢魂人生 這次是帆國兒最倖的 可惜這隻是夾了 但這次的三百一千米 這次的三百一千米 就不算太多 惡麻 你又說美麗天嬌 上次也在殺星陣天 但這次的美麗天嬌 是發完燒出來 你也要擔心一下 一隻側身馬 三歲仔 發完燒再上陣 會不會是預期中來得那麼好呢? 始終是要停止 所以這隻的霸性 祖斷希望祖斷不要太落後 而且今場我猜都有些暴速 街美尼天嬌也是快 而且起進、追風追月 甚至叫關健康 都是前速的馬匹 所以這隻的霸性 我相信在這裏 未必會有太少暴速 希望祖斷緊張比較穩定 以及這個路程的適應性 在這裏繼續拍得好 所以先找他做膽 其實上次我都有推介 七號碼特省 再跟多一次 因為頭部就不擺 因為嘉欣經常拿這隻頭 不過也是上一次 上一次也很硬 7.3倍落到5倍開跑 相信嘉欣上一次3月17日 蘇惠兒馬房也有很多惡馬 那天有牛角仔 還有聰明導彈 那這次也有聰明導彈的出賽 再看看這場 蘇惠兒馬房也有3匹馬 追風追和諧小子都是前領 而這隻特省 我相信這次跑回到1000 未必可以跟到那麼前 上次的BOKSYT位,先看看 等一下再看一看一看一千米 上次的BOKSYT位,我猜是BOKSYT位 會不會跟前不是太好呢? 而這匹馬在外地是跑直路的 看回這場是12月29日,總場是295 後面紅衣王武,偉大叔叔騎的特勝 左穩右穩位,移到大外蕩近觀眾席那邊 再看這組的取締水準 前面有隻快樂海船,可能比較差 但外面的動力爆發,加州海船 還有一些地大大 其實也不錯水準 這裡一直都是... 騎下停下停下 其實魚石也是有的 如果這場是蘇惟賢那兩匹三戰馬 都是前戰馬來的 追風追,紅衣小姐放得快些 前面的BOKSYT也是放的 會不會益上一隻特勝呢? 所以這次如果說對碰WIN 或者4選中 我一定會監獄7-6特勝 而BOKSYT是上一場的推出 我們放大鏡看看 上次馬會也有個賽後報告 有提到他 血液不正常的發燒 他也有停過來 我們看看操練紀錄 我們最近更新了操練紀錄 進去好像打開月曆一樣 挺帥的 上一次 退出後 他已經缺了火車日 3月10-16日 始終總是有個停貨的憂慮 而且這件衣服 我相信大賽日一出 就熱多兩前重 不如就放回背腳 你進來 可能有質素 但你真的一個熱門 一不小心 你就可能會撻皮 可能會令其他馬好分 第四選 其實我在10號加州更好 和文武千鋒裡選擇 文武千鋒可能會賺到體力 但最近試襲也是有前有後 但我擔心一件事 就是他1200磅的大馬 是不是真的要熱一個身 和陳雞可以騎起他呢 而10號加州更好 埋門來試貨集 他也是有走勢 而且上一場在487場次 3月10日 其實內欄是有不利的場地 所以回到外面的馬 蓋得好 梁才太陽磅磅 勝得真正勝 太陽磅磅磅 其實剛剛 爬得好些 我相信都可以 拿到一個佔優勢 他直途又打算 那梁才也贏了 加州更好 算是不脫節 因此 但這次的11檔是近看台的好,不如第四選一選吧 頭場時間內選了8號買的霸性,7號特勝,3號美利天驕和10號加州更好